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价值守护者联盟和加拿大社区情绪健康协会 他们联合他们的有关的人员前往了列治文图书馆 因为这家图书馆在一周之前 有一位中年男子飞起一脚 把一个华人西人的老太踢出去两米远 那么事件引起了可以说是中文英文报纸的普遍的关注 而且多多少少这件事情对我们华人社区形象的影响也是明显存在的 那么昨天两家机构带着鲜花去慰问了这位叫李安娜Smith的这位女士 那么当时因为老黄我参加了整个的报道 那么现场应该说是还非常的温馨 那么加拿大价值守护者联盟的一位李氏还专门给那位女西人管理员 一个温情的拥抱 那么后来老黄我把这则消息通过推特通过朋友圈 后来我拍摄的三分多钟的一个视频 因为图书馆里面真的同意拍了一小段 因为这里面不太好拍摄 那么传上了这个YouTube 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发现电话被打爆了 这都是来自一个单位一个人 就是跟这个守护者联盟一块去的情绪健康协会的陈会长 那么什么事情呢 这个后来我就跟陈会长联系了 陈会长说不得了了出事了 赶紧把这个视频给撤下来 我说为什么 那个时候视频已经传上去差不多 已经有三个小时 而且点击已经过千了 而且下面的好评之声不绝 那么作为我来说 因为这件事情你得给我个理由 后来说了 因为陈会长带了另外两位女士 是大陆来的 那么其中一位呢 说这个视频啊 这个传到这个YouTube上之后呢 他也看到了 看到了之后呢 收到了朋友家人的严重的警告 这个大意是呢 根据这个陈会长的转述呢 就是这个黄河边呢 是一个反共分子 然后呢 这个如果要是跟黄先生同框啊 大意啊 那么这个会有大麻烦 那么且不说这个是不是反共分子 反共分子是怎么界定的 是谁界定的 有没有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个认可 或者盖章啊 有没有发鉴定报告 这个我们都不谈 那我的意思是说 昨天老黄我没有在同样的这个视频 或者照片当中出现啊 我只是做了一个现场的三分多钟的一个视频 出了点声音 哪有那么可怕呢 再说回来 这个如果这个我参加的这个活动啊 是一个正当的正能量的 按照中国大陆宣传口径的说法 那被我像我这种这种人报道了 难道会对当事人有什么影响吗 我实在是想不通 后来呢 晚上这个陈会长呢 把这个电话呢连线给了当事人当中的一位 那么我呢 也再三跟他们解释了 因为这件事情呢 这个本身对社区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只是一个报道者 我也没有出现在视频的这个里边 希望呢 因为也尊重一下我的劳动 不要删除 但是呢 没有成功 而且呢 我也声明了 如果说当我拍摄的时候 你如果认为不合适的话呢 你要么回避 要么呢 你提出你的你的要求 说我不要这个被摄入镜头 这都没有关系 对吧 现在都弄好了 而且都上传了好几个小时了 而且反响有比较好的情况下面 你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仅仅是什么传说中的反共分子 要我把这个视频撤下来 真的是有一点强人所难 不过最后呢 呃 我还是这个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主要是因为这都是老人嘛 我们不想这个在这方面 让他们啊自己精神压力太大 所以呢 我最后把它撤下来 重新进行了编辑 再传上去 但是这件事情呢 对我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 因为那种 在海外的中国人当中 那种内心的那种恐惧 是真真切切就存在在现实当中的 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海外新老移民 尴尬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看了一下视频 仅仅在三分五十六秒的 这个这一段当中 那么当事人其中一位女士 她只出现了 总共出现了七秒钟 一次四秒钟 一次三秒钟 我就弄不明白 这七八秒钟 有可能对她的人生 对她自己 对她的下一代 产生什么影响吗 我真的是不明白 那么为什么海外的一些中国人 他们身处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 他怎么总是感到内心的恐惧呢 我觉得吧 这恐怕呢 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呢 我觉得是 它源自 内心的那种恐惧呢 是因为 出自于他自己的一种 强烈的 有点被夸张的 自我保护的这么一个意识 那么第二一点呢 我觉得它源自对 共产党的中国 没有信心 至少没有老黄 我有信心 他觉得 今天的共产党 可能跟文革当中的共产党 差不多 那么第三一点呢 可能来自于他自己人生 这个经历当中的这种负能量的累积 第四呢 我觉得它还来源于 对海外生活的陌生 因为我知道 那位女士呢 据说还是一位新移民 有可能是 还是做什么文化工作的 那么 所以呢 我就觉得吧 哎呀 我在海外十几年 说一句老实话 很多老年人 我对他们很尊重 但是没有敬意 无法赢得 我本人对他们的敬意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的这批老红卫兵 来到了海外之后 他们身上的烙印 深深的刻在自己的这个脑迹了 他们其实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见证人 但是 你们不说出真相也就算了 还要把自己对于这种真相的一种掩盖 或者说一种漠视 来展现给我们今天的这个年轻人 这其实我觉得是要受到心灵的这种责罚的 因为你不说出真相 没有关系 你说出那种被伪装的真相 也没有关系 但你不要来影响我们今天海外华人的生活嘛 那种道听途说的 这个人是什么 那个人是什么 然后呢 自我恐惧 自我设限 在自己签订的那个 他自己永远跳不出的那个框框里面 永远走不出来 那应该不要待在海外 应该还是要回你的故国去 那不是生活的更好吗 所以呢 这个七秒钟 坚决要求撤出 而且搞得像一个洪水猛兽 那么这个对老黄我来说呢 确实啊 我的感触真的是 这个非常的多 那么在海外呢 我们见过一些 这个比如说我不要摄影 我不要摄像或等等 这都很正常 我们都理解的 因为有的那是出自自己比较低调 还有的呢 可能在大陆有暗底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担心啊 自己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 被摄入镜头之后 自己受到了什么 连累 但是呢 昨天这个活动不是这样的呀 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活动 然后你参加了 即便是临时拉夫去的 但是呢 你要稍稍的 从自我当中跳出来 我也不要你念及 我们采访者的辛苦 至少说 你要考虑到 这是由两家机构联合进行的 这么一个活动 好了 后来发现 照片 合影 统统都不能用 因为他们有一两个人都在里边嘛 都不能用了呀 然后视频 晃七八秒钟 要把它撤除 那我就想了 以后啊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要真的跟哪个社团搞活动过不去 那你就跑到那个厂子里面 弄杯茶慢慢喝 然后镜头啪一扫过去 然后往YouTube上人家一转 你马上说 这个你帮我拿走 我这个三秒钟一定要拿走 你不是害人家吗 所以啊 这个我建议啊 这个我们这个海外的一些老年人啊 我真的是希望你们不要做过于离谱的事情 因为我在海外这些年呢 看到很多活动都有老年人参加啊 我觉得有些活动是不适当的活动 他们都是积极参加的 比如说唱红歌 他们也是骨干 啊 第二个 举着毛主席的像 在这个唐人街游行 喊毛主席万岁 也有老年人 第三 在市政府门前带着红领巾升国旗 中间力量全是老年人 所以呢 这个我们在海外其实都有的话呢 我们因为稍微晚一辈 不太好说 你像温哥华啊 这个内斗最起劲的那个协会 也是老年人 叫老年协会 所以老年人 你们应该给这个我们的这个年轻的一代 展示你应有的风采 而不能永远生活在你们悲伤的过去 你们艰辛的过去 而永远不能自拔 还有呢 我们这个你们这个手上啊 那沉重的被你们自己系着的那个锁链 应该早一天获得解放 这个才是一个在海外的一个老年人 一个真真切切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 当然我这里指的老年人是一部分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老年人是积极的 是向上的 是能够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啊 我当然我也是老年了啊 就是给我们的后一代一个非常积极的一种示范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望违读者网 海外华人的网络精神教员 24小时及时新闻追击 全面公正客观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就会有望违读者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